所以我們看這張照片 就可以很清楚 高雄的巨蛋場館 這個場地因為很大 所以呢 所有的這個施打者 老人家就可以做 而且保持距離 然後讓醫生跟護理師 能夠快速的移動接種 那不是很好嗎 來蘇培 那為什麼臺北市 就是聽不盡 這一些好的建議呢 包括從今天 有臺北市 有這種余美丁打法嗎 臺北市有余美丁打法 但余美丁打法是各醫院去做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萬芳醫院 還有昨天的臺大醫院 也有新一國小的 那個負責施打的醫院 好像也有做 可是這都跟臺北市政府 毫無關係 柯文哲昨天 還自己到信義國小的時候 還指示 那好像是他們中校醫院 自己說 你們要學人家 那個余美丁打法 還這樣講 人家高雄早就宣佈了 重點是高雄一樣是醫生市長 臺北也是醫生市長 對於醫學的訊息 一定是都比我們一般人 更早去了解 那為什麼陳其邁可以做得到 柯文哲你不能做得到 你做不到就算了 你還沒有讓你的授權 讓你的衛生局去做 你還給他很多意見 所以才會搞得亂七八糟 那我要看的就是說 大家要看到這個照片 高雄巨蛋的場館 用很舒服的空間在施打 昨天我們鬆菸的施打方式 你看所有人都在群聚 然後我這個 這個我同仁去拍的時候 那個時候已經十點半 九點半的人還在排隊 坐得那麼近 是 然後你看這個全部都是那個場館 他有兩間的倉庫 這一間倉庫都是排隊的 另外一間倉庫才是施打的 所以你看他這個排隊排得非常非常的長 但我覺得他唯一的好處是不用曬太陽 因為他在倉庫裡面 他在倉庫裡面 可是問題外面的人也還是在排隊 也還是排到曬太陽的地方 比如說他現在十點半 你十一點的人你就是還是在外面排 沒有一個比較好的舒服的空間 前面這邊有維持社交距離 後面的就完全都沒有維持社交距離 我覺得這就是台北市會被人家 覺得為什麼 明明這是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一有比較 有人就可以做得好 一比較高下立判 對 然後一樣下午開檢討會議 人家就做得更好 把空間全部拉出來了 早上比較擠 下午就把空間拉出來了 但我們的市長開了檢討會議之後 一樣完全沒有改變 所以到底做了怎麼樣 我不曉得就是說 柯文哲到底有什麼樣的心情 而且我覺得場地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我昨天有一個名字 場地還可以再改善對不對 你知道余美町的打法 大約打完最長的時間是30到45分鐘 人就可以離開了 你知道松菸我的同仁去問 離開的時間大約花了一個半小時 就是我報到打完休息 大約已經花了90分鐘了 所以你看這個速度差多少 讓長輩就更折騰 而且我覺得這不只是長輩折騰 他們用這樣子的打法 其實讓這些醫護人員 其實壓力也會非常大 因為你看余美町的打法是 我看那個椅子的方式是 那個護士護理師都是坐著椅子 然後用移動的 所以他相對會是比較輕鬆的方式 那如果用舊的打法 就是他還要站起來坐下 站起來坐下 站起來坐下 這對護理人員跟醫生來講 其實都是更多的這個勞力的補足 體力考驗 是 然後另外就是有一個民眾 昨天跟我講 流關是很重要的吧 大家都知道打完疫苗 因為這個疫苗很新 可能身體會有不舒服 所以為了要保護 大家都請大家留在原地 留30分鐘 高雄是坐在原地 你知道我有一個民眾 他說他報到跟打完 只花了5分鐘就回家了 5分鐘就回家了 他沒有留關 所以台北市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為什麼有一些的施打點 他的SOP是完全沒有落實的 這不能便宜行事 應該要留關 我看到他那個訊息 他是在群組裡面 他說我爸爸去打疫苗 5分鐘就回家了 我說他沒有留下來觀察嗎 他說沒有人叫他留 因為現場實在太多人太亂了 所以你看看 我真的覺得大家都很幸運 都沒有發生事情 我也希望所有的長輩 都能夠平平安安打完疫苗 回家都能夠更健康 可是台北市 你不覺得你的SOP 沒有落實這件事情 其實是讓所有的市民 冒著一個很大的風險 我們原本要讓85歲以上長輩先打 是認為說他們如果感染了 會有重症 會有生命的危險 所以要保護他們先打 結果我們現在台北市感覺把他們拿來當小白老鼠 先試驗 第一個 我們的線上預約系統 先試驗 我們整個疫苗施打的SOP有沒有順暢 如果有順暢 我們繼續學習 沒有順暢才來趕 我覺得這真的 還有考驗老人家的體力 對 還考驗老人家的體力 還有考驗所有家屬 是不是有孝順長輩 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的匪夷所思